剛才我們提到是黃世民 有沒有可能下台 那麼另外一個相關就是 在這個事件當中 很多人就是說立委都來呼籲說 特政組是不是也應該要廢掉 那麼在經歷這一段事情之後 有沒有可能特政組就真的是廢了 假如說你在半年前 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可能會說應該是不可能 因為要廢掉一個單 所以多麼的姿勢體大 但是自從那個軍審制度 因為紅仲球案被廢掉之後 快速廢掉 對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尤其是看這個案子 對立法委員本身來說 他的嚴重性猶勝於那個紅仲球案 紅仲球案只是一個 就是一個士兵被虐死 但是這個情況就是說 他影響的可能是 所有國會議員可能都被監聽的情況 對立法委員本身來說 更是深惡痛絕的一個情況 尤其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看當初辦陳水扁案子的是誰 就是特政組 就對特政組這三個字來說 對反對黨來說 他們是有一種國仇家恨的感覺 就是說假如說能夠除掉這個單位 就是說現在把這個單位就是妖魔化 其實對他們來講 我覺得也有一點 對支持民進黨的民眾 和對民進黨自己本身來說 都有一些補償的作用 但國民黨方面 我覺得國民黨方面 目前所聽到的聲音 你誰會出來幫特政組呼喊 應該是不會有 對 就是說只要是提案 其實我們知道 司法法治委員會的招委是誰 呂學章 剛剛也有聽到呂學章 呂學章甚至也是講說 他要自己上書的其中的一個 他等於說是國民黨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龍頭 他都尚且如此這麼講了 那我們能夠期待說 國民黨還有誰願意站出來 為特政組護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再這樣燒下去 確實我覺得 特政組被廢掉是有可能的 就我們再觀察一下 特政組會不會 就因此真的是走入歷史